又算想装逼买二手车BBA你就别看了 没有一个合适的 买完就是大远走 你切记看什么 卡燕跟帕美 二手车来讲 从去年年底到现在 卡燕跟帕美的行情一直很问题 但是像宝马5系 奔车G2E 随着行情的变化 新车的优惠给跌爆炸了 去年年底你买了二手X5和二手的G2E 宝贝 切记亏得要比 宝贱卡燕都多 你如果说去年买了奔车SE老款W22 甚至大嘴的宝马G12的7系 还有准信奥迭8你赔的 也比你去年年底买的帕美要赔得多 宝贝经过去年的价格大跌 再加上24款陆续推出之后 现在前期款的卡燕 就是1819202223年的 我不建议买年先好的 我建议看看60来万的 1819年选费比较高的卡燕 还有171819年的宝贝帕美 60多到70多这个行情 你能干到头一批的帕美 虽然是前期款 但是你看没看新款 20款的卡燕跟帕美 多少沾点偷工了 虽然现在宝贝节整体一个销量体系 跌爆炸了 但是你切记它的产品力依然还在 二手折图的是什么 花小钱装大 所以你在去选择的时候 超一线豪华品牌的宝贝节 具有稳定的宝贝率 外加装逼的属性 干了呢就是摇头晃了 满满等等 而且它在德系车里边的稳定性 是不是一如既往的嘎嘎一了 而是只要便买公里数爆炸 PI整个过户好几次没有塞电全程记录的 那就很稳 我能让你白给我点关注吗 每天带你们了解新车二车行情 以外的二车知识 点赞关注 祝你发财 身体健康越来越好 没事巴拉巴拉懂车地 看看车源行情 2020年买车变买贵了 啊宝贝